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呆里书的第3章 我们读到了他的第18节 今天我们会稍讲一下第17节和18节 然后接着讲 第3章的第3段 也就是19节到30节 我们为本章的第3段的经文 选了要节 是他的24节到26节 经文这样说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 急忙起来对谋士说 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是 王说 看哪 我看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4个的相貌 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甲尼撒 就近烈火窑门 说 至高神的 仆人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出来 上这里来吧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就从火中 出来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一次 我们把戴伊里书第3章的经文 读到了他的第18节 在前面这18节的圣经中 分成两段 他们分别是 1节到7节 8节到18节 这两段经文的内容告诉我们 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人造了一座金像 并且传令 叫巴比伦通国的人来敬拜这金像 所以传令的人按照王的旨意宣告 当乐器声响起 巴比伦全国 无论是官员 庶民 都必须 向那矗立在 杜拉平原上的金像 下拜 但是 戴伊里的三个伙伴 也就是哈纳尼亚 米撒利 亚撒利亚 却公然 拒抗王命 不肯 向王所立的金像下拜 由于这三个少年人 在王的朝中 做高官 平日里 他们已经令朝中的 加勒底人记恨 所以对那些恶毒的加勒底人来说 这三个少年人 不去敬拜王 所立的金像 就恰恰是 可以控告他们的好机会 于是加勒底人 向王告发 三个少年人 不拜王 所立的金像的行为 王向三个少年人 软硬监视 寄给了他们 活路的机会 同时警告他们 若继续抗命 他们三人 就将被 立即投入 烈祸的遥中 性命自然不保 在15节的结尾 尼布贾尼撒王傲慢的说 有何神 能救你们 脱离我的手呢 16节的经文写道 沙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 对王说 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 我们不必回答你 三个少年人表现的 不卑不亢 他们在王面前声称 绝不会为自己 不拜金像的行为辩解 接着17节 18节 是本章最重要的两节圣经 三个少年人说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 从烈祸的遥中救出来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他们还说 急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 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 你所立的金像 各位亲爱的肢体们 我们要说 在旧约圣经所记载 神的子民 所遭受苦难的时期 甚至还包括 2000多年的 漫长的教会历史时期 这两节圣经 在殉道者当中 都有着 崇高的地位 可以说 这两节圣经 代表着神的儿女 最为健全的信仰 17节反映了 这三个少年人所相信的 他们既然向神忠心 因此就得神保守 这两者之间的 正常的 英国关系 清楚的来讲 那就是 旧约圣经 比较多的地方 在向神的儿女 来传讲 顺服神 就蒙福的 这一 最明确的 真理理念 我们读到 生命纪第28章 1节到14节 还有像诗篇当中的 好多诗篇 以及经文段落 像是诗篇第91篇等等 都反映出了 这样的理念 神的子民 爱神 敬畏神 向神 守忠心 那么到了关键的时刻 神的子民 所侍奉的神 就会将 那被罪恶的王 像是尼布简尼撒 所苦害的少年人们 从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 神的百姓 历来 都有如此的信仰 因为在我们的教义中 我们的神 比世界上 所有的 被人所称为神的 都大 他乃是 万有的主宰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神之神 当然我们知道 宇宙万有之中 只有一位 独一真神 就是 以色列的神 主耶和华 他同时 又是我们基督徒 所相信的 三位 一体的真神 这位伟大的神 不但是能将这三个少年人 从巴比伦王 尼布简尼撒 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 即便是王 以别的残忍的手法来对待他们 神也同样能救他们 脱离他的手 因此信靠神的人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患难 都必然从主那里得到搭救 这可以说是 神的子民 无论是旧约时代 或者是 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 都普遍 能够接受 和相信的 这是17节 所反映出来的理念 那18节 就更进了一步 17节 写明了 三个少年人 由于坚信 他们对自己的神 无愧 忠诚 前进 所以他们就牢牢确信 伟大的神 会在他们受患难的时候 搭救他们 因此 这就是 即便如此 这一层面 所要表现出来的 但是到了18节 三个少年人 更加超越的信仰 是反映在 急或不然 急或不然 又是怎样的一个层面呢 他乃是表示 三个少年人认为 即便是我们向神 守住敬迁和忠心了 我们坚决的 不去拜 巴比伦王 所立的金像 可是到头来 王 真的按照他所 威胁 三个少年人的那样 把他们都扔到烈火的炉窑当中去了 即便是经历这一切 三个少年人 以及历史上的殉道者们 向着神 最忠贞的信 以及向着恶者的 极大的 勇敢和无畏 因此 17节18节 可以被看为是 殉道者们 最伟大的信仿 最伟大的信仰领寿 和表述 从他们所说的话语当中 透露出来的 是这三个少年人 永远都不怀疑 神的慈爱 公义 信实 等伟大属性的 坚定信仰 他们不管 经历到怎样的逼迫 哪怕是要被杀 失去性命 他们都怀抱着 这伟大的 坚定的信仰 一方面 他们相信伟大的神 完全有能力搭救 但在同时 假如万一神不搭救 他们也依然 坚定的 相信神的慈爱 伟大的神是信实的 他永远 不致说谎 那这一方面 很像约伯记 13章第15节 约伯所说的话 在我们手上 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 他必杀我 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 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但是这句话 若是按中文 直接翻译 是这样 他虽杀我 我仍要信靠他 并且在他面前 坚持 我所行的路 因此 约伯对神的坚信 和这三个少年人 对神的坚信 是一致的 因着这样的表述 就足可以显示出 古人 在信心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 刚强 无畏 和坚定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让我们在神 在人面前 生命和信仰 既可以表现出 即便如此的层面 也同样能表现出 即或不然的层面 即便如此的层面 很多人都能达得到 但是即或不然的层面 很多人 却无法上升得了 愿神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那接着我们来看 今天该读的 第3段 也就是从19节 到30节 那这第3段的经文 我们也按着经文 把它分为 5个层面的小意思 来看一看 我们看见 第1个层面的经文 是19 到23节 这几节经文讲到 王在听完 三个少年人的表述之后 当即是怒气天凶 他就像那 敬酒不吃的三个少年人 变了脸色 立刻吩咐人 把窑烧热 比寻常 更加7倍 大家知道7倍 7 那是个完全数的概念 也就是指 王教人 把窑烧到 无法更热了 所以那窑有多么的可怕 就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 三个少年人 挣扎 或企图逃跑 网友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 将三个少年人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其实这何必呢 三个少年人 根本不会跑 到后来 三个少年人身上 唯一被烧毁的 就是那捆绑 他们身上的绳子 21节 尤其讲到 这三个少年人 是我们所说的 被就地正法的 他们都还穿着 上朝建王的时候的 正规的服装 身上穿的 有裤子 内袍 外衣 及别的衣服 20节 21节 两节经文都强调了 他们乃是被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22节 就像19节一样 经文尤其强调了 三个少年人 被投入的火窑 究竟烧的有多热 他热到一个程度 人烧一靠近 就会失去性命 所以22节 特别强调说 因为亡命紧急 遥又甚热 结果 那台 沙德拉 米萨 亚伯尼戈的人 都被火焰 烧死 所以这些帮王执行的人 真是死的 又可怜又无辜 23节 经文又提到了 三个少年人 被捆绑 特别讲到 那台着他们三个的 壮士们 既然已经被烧死 三个少年人 就从死人的手中脱落 身体是被捆绑着 落在烈火的窑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火窑的入口 是位于 火窑的上方 大家想象一下 这火窑很巨大 因为按照25节所讲 三个少年人 余地四位 好像神子的人 甚至能一同 在窑中游行 就说明这窑 内部 十分宽敞 但已经被烧的 火力十足 甚至火焰 都从窑的内部 窜出 烧到窑门以外 这火焰 能像22节所说的 将那台 三个少年人的军兵烧死 就可以知道 这火焰的热度 高到什么程度 那圣经读到这里 读者们 自然就会紧张的问 那这三个少年人 还会存活吗 因为那台 三个少年人的冰冰 甚至在火窑以外 就已经被烧死了 那这三个少年人 已经被捆着 是落在了火窑中了 那他们还有生存的可能吗 接下来 24节到26节 这一段 第二层面的经文 其写作的手法 就非常特别 那是专门描绘 从王的角度来观察 结果就发现了 那烈火的炉窑中 所呈现的 并不是死亡 和可怕的光景 三个少年人在里头 并不是 在尽力的 哀叫 和挣扎 王看到了 一个奇异的景象 从人数上 他发现了 四个人 而从行动上 火窑中那四个人 表现的 又自由 又洒脱 好像炉中的烈火 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事实上 也真的 毫无关系 24节 经文就提到 那时 尼布贾尼撒王 惊奇 急忙起来 对谋士说 我们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 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 是 我们可以想象 王和他身边的大臣 及谋士 一定是身处在 距离火窑 较为安全的距离 但是他们 都能看见 那敞着口的 烈火炉窑当中的情形 王在光看炉窑的时候 发现里面 不再是落下去的 三个人 而是 多了一个人 25节 就告诉我们 王看见的 炉窑当中的 四个人 在做什么 王说 看哪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三个少年人身上 那原本 捆着他们的绳索 已经被火烧毁 而第四位 就并没有被捆绑 所以他们都是没有捆绑的 自由的 在火中游行 说不定 一边走着 还一边在 盘笑风生 就有点像中国的成语 闲庭信步一般 此外 这四个人都没有表现出 在烈火中 受伤的迹象 王的眼目 尤其定睛 关注 那第四个 因为这个人 整体的形象 十分的特殊 王说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神子 那这一位 被王称为神子的 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 他是神的天使 也有人说 他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人 所盼望的弥赛亚 我们众位基督徒 所相信的 主耶稣基督 你怎样说都行 总之 我们可以看见 那烈火的卢瑶 对这位神子 完全不构成伤害 而这位神子 其实就是来 保护 那三个少年人的 因此那三个少年人 也丝毫 都不被伤害 大家读到 这里讲到 王所看见的场景 那发生在 烈火卢瑶当中的状况 该是令人感到 何等的稀奇 26节 就显示 王既然看到这一切 就知道 烈火卢瑶 根本就拿 三个少年人 没有办法 此番 向那三个少年人 所执行的 烈火卢瑶的刑罚 完全失效 因此 也就没有了 继续的必要 那三个少年人 连同第四位 被叫做是神子的 若是多停留在火炉中更长的时间 那必然会带给他们 更多的快乐 尼布贾尼撒网 显然是不喜欢 不希望 那在卢瑶当中的人 比自己在外面更快乐 经文说 于是 26节的结尾 就告诉我们 他们虽经过了烈火 却是自己 从火中出来了 很明显的 那曾牢牢的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 已经不在了 那三个少年人 从火中出来 这该是何等的洒脱 又是何等的 充满荣 看到这一情节 我们不禁就会想到 以赛亚书43章的 第二节 那里有说到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蹚过江河 水 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 也不着在你身上 那接着27节 是本段当中 第3层面的经文 这些经文讲到 当三个少年人 从火中出来 于是王 和总督 钦差 巡抚 以及王的谋士 一下子 就将这三个少年人 围起来 要看一看火 对这三个少年人 有没有任何作用 结果他们所发现的是 见火 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身体一点都没有受伤 完全没有被烧 甚至就连 头发也没有烧焦 按理说 人身上的毛发 是很脆弱的 一碰到高温 火焰 那被衣服包裹的 身体的某些部位 还可以暂时 得到一定的保护 但是像头发 眉毛 胡子 一见到火 就会被迅速的了光 但这三个少年人 他们的头发 每一根都在 这真是像圣经里告诉我们的 就连我们的头发 天赋都数过了 假如不经他的许可 就连一根 都不落在地上 那么另外 又讲到衣服 经过高温的烘烤 人身上穿的衣服 通常就会变色 但是三个少年人身上的衣服 一点都没有变色 经文还特别说到 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看到了吧 何等的稀奇 总之说清楚一点 这次王对三个少年人 执行火刑 被烧死的人 就是那台 三个少年人的 军兵们 而那被烧毁的物品 就是捆绑在 三个少年人身上的绳索 这一切本来 就不该属于 这三个境迁的少年人 所以神就容许那可怕的火焰 烧毁神仆人们身上的赏索 赞美感谢我们的主 在这里 我们若是 稍加用灵异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那烈火的卢瑶 就象征和表明着 神说容许他自己的儿女 必然会经历的 人生的患难 苦楚 甚至是 杀身之祸 但伟大的神能做到的事 人在苦难中 尽管不像是 被捆绑了一般 但是那爱我们的神 却可以借着苦难 把那捆绑我们的事物 或是有些 来自于恶者的 强大的力量 给烧毁 所以 苦难不单单不会 伤害到 倚靠神的人 神说容许的试炼 反而会使那 爱神的人得着 更加自由的生命 因为神 能借着火一般的试炼 除掉那 正捆绑着我们的 任何的东西 或力量 总之谁有美意 神也有大能 按照十七节 三个少年人所表述的 他们牢牢的相信说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 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神果然 将这三个少年人 从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了 神也救了他们 脱离了 尼布甲尼撒王 暴虐 和邪恶的手 那接下来 是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 本段中 第四层面的经文 二十八节 尼布甲尼撒王 当着众人 赞美三个少年人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的眼睛 明明的看见 伟大以色列的神 差遣使者 救护 倚靠他的仆人 三个少年人 不尊王命 勇敢的 舍去己身 在他们的神以外 不肯释放 敬拜别神 这一点 令王 心服口服 所以王 既称颂了 以色列人的神 又称赞了 三个少年人的 勇敢无畏的 信心的表现 二十九节 是王 在降旨 他说 无论何方 何国 何族的人 磅独 沙德拉米萨 亚伯尼戈之神的 必备灵弛 他的房屋 必成粪堆 因为没有别神 能这样 施行拯救 这里又提到王 在向众人 宣告刑罚 是要给那 磅独 沙德拉米萨 亚伯尼戈之神的 那大家就可以参考 前面的二章五节 王原本认为 绝没有哪位神 能救三个少年人 脱离自己的手 但是如今他承认 以色列人的神 能救那 向他忠心的人 而且是 历来没有别的神 能像以色列的神 这样 施行拯救 第三十节 是本段的 第五层小意思 经文是讲到 尼布加尼撒王在巴比伦省 高升了 三个少年人 这一节 没有提到他们 所获得的 被高升的官职 但是他们所得的官职 一定比以前更高 地位更尊荣 待遇 也更加丰厚 这都是在写明 那向着神 忠心敬虔的人 神必保守他们 使他们在人前 满有荣耀 尊贵 这是以色列神 赐福于人的法则 所以人们的心 当敬畏神 读完了戴伊里书第3章的第3段 我想 可以用诗篇第91篇 14节到16节的话 来作为总结 那三节的经文 这么说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 显明给他 等到过两天 我们读到第6章的时候 还可以用诗篇91篇的经文 作为总结 因为戴伊里书第3章 三个勇敢的少年人 在火摇中 与第6章中讲到 年老的戴伊里 在狮子穴中的故事 两个故事 在本质上来讲 是完全相同的 愿我们众人 都从以往 圣经中所记载的 信心的伟人的身上 得到极美的激励 让我们知道 那凡在世人面前 为了神 也向着神 来守住境迁 忠心 和纯正的人 神必以美福 来奖赏 和回报他 因为我们的神 是既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的 愿他伟大的名 在世人的口中 被称颂 也愿他 在他儿女的身上 得到一切 该得的荣耀 我们来祷告 主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 这两天的时间 让我们读到 戴伊里书的第3章 我们从这张圣经当中看见 古代的巴比伦王 尼布检尼撒 横行于世 他在巴比伦全国 兴起了 敬拜人手所造的 金像的运动 但就在这 重大考验和试炼的关头 你忠心的仆人 就是戴伊里的三个伙伴 却为着你明的缘故 宁可死 也不拜 尼布贾尼撒王 所立的金像 他们一方面相信 因着他们向你守忠心 你一定有能力 并有慈爱 可以救他们 脱离王的火窑 但即便是 他们向你忠心了 而你并没有来搭救他们 他们也 不去拜王所立的金像 所以亲爱的主 这三个少年人 向你表现了 无比的忠诚 他们生命的光景 既能相信到 即便如此的层面 又能进入到 急或不然的层面 不管 人怎样对待他们 那邪恶的权势 如何的猖獗 而他们遭受的苦待 又是何等的可怕 他们都不软弱 都不向邪恶低头 因为在他们生命的领受中 和实际的信仰经验里 他们已经是牢牢确信 一件事 那就是宇宙外有当中 只有你是活神 只有你配得敬拜 只有你配得称颂 而那所有向你守忠心和敬签的人 你也必以信实 拜他们到底 这三个少年人 如此信 也如此在你 和人的面前持守 因此 他们就成为了我们 信心的好榜样 求你的圣灵 帮助我的生命 让我一直 能专一持守 对你的信靠 和仰赖 尊崇 和敬畏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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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